美国记者布鲁萨尔最近参加了一单节目,洋出一条信息,来自杜兰特,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我才是真将的我,当初在雷霆的那个是假装出来的,我当时只是想取悦每一个人。 布鲁萨尔的消息,是真是假,我们无从得知,美准是个小号冒名顶替的也未可知,但里面讲的事情却一目了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杜兰特,和我们在雷霆看到的杜兰特,看上去确实是两个人。 十年前杜兰特作为超音速余少从大都会西亚图转战小城市俄克拉格马时,确实有骨子舞蹈高少年的劲儿,核心价值观特别端正。 彼时的杜兰特已经在赛场上赶露头角,却依然喜欢背个书包上,在额腾笑到闲晃。 不,我不是什么名人,我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凑巧打NBA罢了。 名声却起之际,媒体蜂拥而至,美国第一体育期刊体育话报,让杜兰特上封面。 对于年轻球星来说,甚至杂志封面类似于上CCTV,哪个感动中国,确实殊荣。 对此,杜兰特致起了一个要求,让我的队友赛弗莎和科斯蒂奇一起上去露露脸。 记者问了,那为何不选威斯布鲁克和杰夫格林?杜兰特的回答,那两位已经很有名了,我们是一个团队,我觉得所有人的贡献,一点都不逼我们撒上。 所以有必要也让别人认识他们,绝对意义上的正确回答,而且相当动人。 这个阶段的杜兰特却是取悦了所有人,球队,球迷,媒体,赞助商,除了长相不能让人做地牌卵外,既无黑点,幼稚偶像当之无愧。 但现在你再来看杜兰特,曾经贡献一点都不逼我上,的队友变成了阿猫阿狗。 他和媒体对喷,他和网友熬战,他维护自家品牌,不惜无情扫射队友护理。 他表现得就像玉体横缠,在加藤英之间的红眼影,敏感的令人备以所思。 于是你告诉我,或者如杜兰特自己所言,我们认识的那个23岁的杜兰特是假的,现在这个30岁的杜兰特才是真实的他自己。 可是,球形转变人设这种事情我们见得多了,因为当代每一个巨星的成长轨迹都是相近的,文阿和人偏偏有理政治正确才是常态。 就像猫狗处在右手期,总显得那么蠢萌,但逐渐长大后给你家重新装修的时候,就显得没那么可爱了。 另一方面,杜兰特这个层次的球形,一般不会孤家寡人,年轻时代经纪人的影响会很大。 杜兰特进联盟时的经纪人是古德温,如果你不了解古德温,你考虑下詹姆斯,霍华德都曾经在职业生涯,初期成为他婚下成员,詹姆斯离开古德温之后,天赋难移。 霍华德辞去古德温之后,离开魔术,杜兰特告别古德温的时间点,正好是2012年的冲坏失败,万年老二的帽子正越在越紧之时。 而在这些节点之前,这三位都是什么形象,你应该还有印象,所以又受气的自然规律,结合到身边经纪,人的尊尊教会,自然就形成了那样一个优秀母版杜兰特。 恰如你刚从大学毕业,父母前辈给你传授,得多吧,是好好做人的社会经验,你也从成功学鸡汤里捞出一勺半碗意义而尽,穿上一身帅气西装,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处是圆华是谷,说话滴水不浓,谁都奔香给我下套,阿拉已经很成熟了。 但是为什么同样在联盟里慢慢长大的库里,就从来没有从我想喝迪丽热巴的洗澡水,接约在你们这包motherfucker的记者什么都不懂。 实际上杜兰特早在2012年之后,就为此后自己的转变做好高冷预警。 2015年雷田战绩不佳时他说,我不想再坐在这里说,一些毫无淫义的官方答案,我们和那些娱乐明星一样,都不是机器人,都有自己真实的想法,道理谁都懂。 说话上来温和的詹姆斯,也曾在11年总决赛失利后深情流露,嘿我干嘛,明天你不还得去办专,但现在你再来听詹姆斯呢,你去听听胡理,邓肯,科比,他们和媒体交流的时候会展现出杜兰特这种强烈的被害妄想症吗? 我猜这个就叫做,手游戒指气自华,很简单的道理,他们是冠军,他们拿到过戒指,他们的职业生涯实际已经完满了,他们可以气度不凡的谈一谈快乐篮球,即便明天就要散火,也可以在今天显得从容不破,但杜兰特不能,杜兰特的雷霆不能,正如你从一张白纸成为企业中间力量之后, 你再也不是那个犯个小错,也会被大家原谅的小伙子,你已经是个老杆子了,怎么连这点事都做不好,领导可以喷到你入运,你的邻居已经年薪三十万了,你怎么还在一线烧锅炉,妻子的爱怨足以让你软上半年,从2012年到2016年,杜兰特面对的压力和每一个普通的未生活而挣扎的中年男人一样来自外界环境 你和内心,只要一天没夺冠,Mr.Unreliable不可靠先生,的大标题,就还可能会出现在当地媒体头条上,当他发现自己淘汰对史最佳马次这种失破天惊的大事,都不如勇士淘汰开拓准时库里他妈和库里他同学抱在一起有爆点,当他发现连骂街都无法吸引到球迷关注的时候,他该有多失落和焦虑, 于是他以为,一个冠军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赢回所有的爱,他走上了最艰难的路 在2017年手冠后,杜兰特说自己毫无感觉,他甚至用了一个词weird奇怪 他无法向詹姆斯威克利夫拉带来手冠后那巴彻底相信,舆论没有扭转,时平依然之下 所以,手持戒指之后的杜兰特,契特么根本就没有滑,甚至都没有销,但人总需要给自己寻找一个出口 看得出杜兰特是一个喜欢思考生命的大和谐,究竟该如何到达的人 他选择的方式是最大限度的去翱翔化,他无数次告诉球迷,我不是什么超级英雄,我也不会再拿到冠军之后变成什么国王 这种反传统的人设构建岛确实是一条更艰难的路,因为在NBA,把球打好固然是基础 但形象营销同样是他们最热衷去做的事情,早梦机器同时也试验超级 更多的故事可以换回更多的视线,流量,以及随之而来的舆论,机体高潮,最终统统可以转化为钱,顺带传递一些正能量或者美国梦 但对于杜兰特而言,他破开了这层油腻的包装,直接告诉大众,我凭借我的工作得到了现在的回报 这本身就是美国梦的体现,效果还行,一旦接受了这种设定,甚至还会感觉有些带感 在2018年再次夺冠并采联FMVP后,这个世界对他的态度,已经温和了许多,毕竟时间即便无法完全割略,也足以冲淡太多情感牵绊 但杜兰特特立独行的去偶像化的过程人类之不,除了杜兰威只是为了探寻自己烧险而打球,的篮球总包之外 他在球场外的所作所为,早已突破了去偶像化的天花板,来到了另一个层面,做坏人 他公开说印度脏乱差,他还是在网上和键盘侠没有来有回 他仍然在回击麦克勒姆毫无机会夺冠,甚至还有点颇为享受的意味 目前看来,杜兰特只是做到了,我不抱歉,还远远做不到,我不在乎 在这个世界上又有几人能真正做到不在乎,路维茨基看起来做到了,何必呢? 没必,要太当真啊,叔叔,我从来都是一笑而过的 杜兰特运用盐关巴克利也站了出来 在我看来,杜兰特是一个把自己努力,假装成坏人的老好人 他把大把的时间用在演戏上,想让其他人知道他是个大坏蛋 而且他非常在意别人对他的看看法 他不用每次都回应别人所说的话 虽然这种我骂你但你可以不用理我呀,的冒间话术非常流氓 但总体来说诀言还算一针尖血 老好人做久了,也确实会逐渐出心反弹 尝试扮演一个恶人 满身带刺的告诉全世界 别有我,那么这种扮演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何扮演一个符合工需良索的杜兰特别无二致,还是保护自己 而杜兰特说,这才是真正的我 但是你看,这个世界回应你什么? 别装了,那也不是你 确实,活在别人的评价中 你就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己 你只不过是从一种价值观跳到另一种价值观而已 但要做到毫不在意别人的评价 从社会评判体系中跳脱出来 来个菩提本飞树 这又太难,你我接白人 不止杜兰特 我看这就还没评就我 你起来不论 我看我 马逊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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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看你 你 咱